好了 声声响起比赛 开打了 第一次的进攻也是打到了泰达谭旺松所把守的右侧 有关 传进去 卡尔德克调整 漂亮 球接了 开场之后的第一次打门 卡尔德克换了新发 进球 上一场打国安也是通过投球 帮助球队取得进球 舒服地送上几个反击大饼 可能他的特点能够发挥的各方非常难民调的摆脱 左脚打 打中了横梁 有一个折射 这次的折线正好是让皮球的轨迹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这个对泰达很不利 连续的冲击 因为整个防线有点乱 阿德里安传起来 中路投球 又是力助 今天重庆当代运气也不太好 刚才一个横梁 这次一个力助 一个费尔兰提一奥一次 之前就说到要限制重庆队在边路的进攻 要打出自己的反击 但是今天看来限制这方面做得不够完美 阿德里安完成了摆脱自己持球向前 还在过 阿德里安 漂亮 2比0 22分钟 阿德里安完成了中场代球的一条龙 一个四两薄千斤的低射贴地展 是攻破了滕尚昆八手的球门 2比0了 这个球在中路应该是过掉至少两个人 但是它过程显得特别轻松 你就知道现在泰达面临的一个 上个赛季 上个赛季实在不抄的 千尔维森特对效力 看看这一次打 漂亮 球进了 惠家康 大球刚刚完成了换人调整之后 打球传进来之后 这位球置得挺远 阿德里安再敲过来 可以 再敲阿德里安 左脚打 打 这一下多亏了滕尚昆啊 这脚球 左脚要打的时候 感觉是被防守拳 是不是有碰到 凌厉啊 阿西姆彭 调进去 上衣现象 哎呦 阿德里安 阿德里安 看一看 天津泰团队拿到了一个点球的良机 巴斯蒂安斯来主罚 打 哎呦 邓小飞 只力保球门不失啊 不过之前的中场里面确实吹过这双球 是 把你吹响了